到晚上的時間想大家做一些強化的運動 首先想介紹一個運動 就是強化大腿的射頭肌和後面臀部肌肉 就是做一個以腸半瓶的動作 首先我們把腸植在腸上 然後兩邊腳向前踏一小步 然後背部慢慢沿著腸慢慢滑下去 而兩邊手向前提起 然後滑到一個什麼位置 就是你剛剛自己的視線看上去腳尖遮到 然後膝蓋接近一個直角 定在那個位置我們就定五秒左右 就慢慢沿著腸 滑著眼睛直上來 一般我們就重複十下為之一組 做兩至三組就可以了 第二個想建議大家做的強化運動 就是想強化核心肌肉和臀部肌肉 首先我們就做了一個四點跪的動作 就好像這樣的 兩邊手腕就按著地下 然後膝蓋就跪在瑜伽墊上 然後我們吸一口氣 呼氣的時候就伸直一邊腳 在這個位置記得我們的盤骨就不要轉太多 要維持在這個水平的位置 定住五秒就慢慢下來了 我們做完右邊可以做另一邊 吸一口氣 呼氣的時候就伸直一邊腳 記住半骨就不要轉太多 我們定住五秒左右就慢慢下來了 在這個位置記住我們的手肘 不要伸得太直 伸得太直到一個過了零度的狀態 對手肘的關節就不太好 另外這個動作如果覺得太簡單 我們可以增加一點難度 我們吸一口氣 呼氣的時候我們伸直對邊的手 手腳一起伸直 定住五秒左右就慢慢下來了 做完一邊我們又做另一邊 伸直對邊的手和腳 在這個位置會用到臀部和背部核心肌肉 然後慢慢下來了 第三個想建議大家做的強化運動 就是想強化一下我們的臀中肌 臀中肌就位於臀部旁邊這個位置 首先我們就是躺在一個側臀的位置 要練力那一邊就在上面 我們下面的腳首先就曲一曲膝頭 上面的腳要訓練那一隻腳就伸直膝頭 在這個位置我們做抬腿 把腳向上抬抬到大約一半四十五度角 就定住五秒 記得做的時候 盆骨不要向後轉了 我們要維持腳尖而指向前 定住五秒左右我們就慢慢下來了 然後再重複向上舉 做十下為之一組 做兩至三組就可以了 我們做完一邊 另一邊就可以做另一邊 兩邊都要做強化 轉去另一邊一樣 我們都是下面的腳就曲 上面的腳就伸直 然後我們一樣都是做抬腿向上 大約四十五度角度 由五秒左右就慢慢下去 又是重複十次 做兩至三組就可以了 翻臉 翻譯 字幕變成了